民众们拍照记录现场或者通话 向家人报平安 11号接近晚上8点 一名62岁繁星男子驾驶小系越野车 强行冲进珠海市体育中心 对民众进行无差别冲撞 大批警力集结包围肇事车辆 警员们吆喝手持防爆钢插 为了将驾驶从车上拖出 不敢掉以轻心 这起事件造成严重伤亡 引起全国关注 当天晚上民众就自发碾香献花 为罹难者表达哀悼之情 而这起事件也惊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表达高度重视 同时也作出指示 指出广东珠海市乡州区体育中心 发生驾车冲撞行人案件 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性质极其恶劣 要全力救治伤员 精心做好伤亡人员及家属 安抚善后工作 然而凶手犯案动机也引发外界联想 公安机关经综合现场勘查 视频监控证人证言和电子证据等等情况 初步查明 案件系樊某对其离婚后 财产分割结果不满而引发 因为离婚后财产分配问题 就选择报复社会 恐怕也和中国目前经济低迷有关 就连地方政府都只能靠举债度日 根据美国之音报导 中国近日频发暴力事件 尤其是针对学生等弱势族群 主因恐怕是因为五失人群增加 五失人群是指投资失败 生活失意 关系失和 心理失衡 精神失常 这五类人员 这些人在中国恐怕已经数以亿计 社会的问题和矛盾永远是层出不群的 但是最根本的一个源头就是失业 到失业以后就没有收入 到没有收入之后 一切的可能性都会出现 然而因为生活上的不如意 最终导致他们诉诸暴力 随机攻击的恐慌持续蔓延 也成为中国头痛问题 而北京当局却无视民众的真正诉求 仅以维稳角度看待这类事件 要依法严惩凶手 各地区和有关部门 要深刻汲取教训 举一反三 加强风险源头防控 及时化解矛盾纠纷 严防发生极端案件 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社会稳定 北京当局几句话 就将整起案件定调为 因离婚后对财产分割不满 进而导致犯罪 反而忽略整体经济结构性问题 恐怕无助于降低民众不安 只会让更多模仿犯出现 三连喜欢《苍不亭》报导